其實玩手機的遊戲APP都可以很有要求 好像華碩就推出了電競手機ROG Phone系列 就是完全為打機而設的手機 而今次終於來到新一代的5G ROG Phone 3 不知道用它來打機會不會容易贏一點呢 贏不贏其實是靠自己的技術 不過這部電話有AirTracker超音波觸控功能 比起用一般的電話用這部打機又方便容易操控 而今代表上代亦都加多了不少操作方式 除了可以按鍵、滑左滑右之外 還有這個Motion Control 只要搖一搖電話就等於是按鍵 用來玩競技遊戲就適合了 但有些功能好像單側雙件 對我這些手勢的人就不太就手了 不過因為是用玻璃機身 所以手感都不錯 上代ROG Phone 2 是採用855 Plus行動平台 而今代3就升級 採用865 Plus 5G Mobile 除了加了5G 上摩可以更加快之外 性能都比上一代更加好 無論是開App還是打機都夠快夠槍順 大家記住拍攝當然是瞎瞎瞎瞎 不過今代支援144Hz螢幕 官方說用1毫秒就可以refresh到 1毫秒我們就計不到 不過我們發現畫面確實是穩定暢順之餘 details未依然是細緻的 我平時打機不用看時間 只能看一看我的機背 我已經知道打到多久了 但我現在打了差不多一小時 那部機都是暖暖的 也許我們要採用 雖然我不是經常玩遊戲機 但今天試玩ROG封衣服真的蠻好玩 因為它很像一部遊戲機 再加一些手機功能進去 如果你是玩遊戲大過天 無時無刻都想玩遊戲的人 這個電話也蠻適合的 玩生活樂科技 銀華-K